全油管最快新闻 近日,山东河泽一条小河中打捞出了八箱飞天茅台 据悉,这些茅台酒是三名伟成年人在浙江盗窃后沉入河中的藏物 打捞过程中,救援队员使用抽水泵和皮滑艇,甚至不惜下水打捞 现场的打捞人员表示,捞上来的茅台酒总共有40多瓶 包装基本完好,应该还可以用 警方已经将这些酒带回进行处理,并找到了盗窃茅台酒的嫌疑人 这一事件引发了网友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订阅新闻急速的最先知小天下事